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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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有范冰冰工作室曾发表声明 称已让律师收集证据 并保留以法律维权 但随即有圈内人士出来立行最永远 并称掌握有利证据 曾行自讲巨额金钱转到一名女性母亲的账户 并称该女性逃税金额甚至在数亿元 无计市地税局也表态 对于这个事项的话 我们税务机关 会按照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的要求 依法展开调查核实的 如果是发现未确实有税收违法行为的话 会严格救治依法处理 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办法告知进度的 资深圈内人士潘先生透露 演艺界卷入逃税和洗钱 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而演艺圈和权贵阶层的交集 又让这次事件变得更为复杂 潘先生说 这个片酬后面还有很多的洗钱啊 贪腐啊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没有想到这一下剧这么厉害 现在国家税务总局不是已经出动了吗 就看差到什么地步了 如果背后有人的政府做一个姿态 到后面不了了之 就是他背后的后台不应的话 这下就完了 因为有人要利用这个事情 有人要把这个事情打下去 肯定有事情这里面 所以你看冯小刚 刘振云 到现在下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潘先生还认为 如果严格按照税制 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活下来 但这样的税收制度 给选择性质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可以随时打压他们想打压的人 另去闻一圈人士透露 崔永元 怒批冯小刚团队 特别是宣布有大量涉及演艺界前规则的证据后 在演艺界引发了地震 后续还不排除证监会介入调查 演艺明星 借用虚假合同在股市转移资金 2003年 冯小刚指导的电影手机 夺得当年电影票房冠军 原央市实话实说 主持人崔永元怒批冯小刚的电影对自己造成了侮辱 上月中旬 冯小刚团队再次拍摄手机2 崔永元再次怒批冯小刚团队 并揭露演艺界存在的各种违法行为 此次迅速发酵 并导致官方一开始介入